Hello,畢基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蘋果AppleIn 開始在東南亞佈局的供應鏈 亦表達了一個結果即將出現 就是印度和中國正式展開世界工廠的爭奪 在中美兩國緊張的關係加上地緣政治問題 疫情阻塞了工業生產 加速了全球科技龍頭企業 蘋果公司Apple已經將供應鏈去中國化 這個計劃 市場存了很久 Apple上個季度已經開始少量地在印度組裝iPhone 但是今年已經產量急升了兩倍 達到70億美元 也增加了在泰國上生產的MacBook 以減低地緣政治風險 潛在的因素導致自己的經濟損失和穩定性 因為這樣的時間也同時規避了美國 對中國進出口貨品的徵收關稅的風險 消息來源來自富士康 Apple透過富士康和石 以及維創支通等這些供應商 加速在印度擴建它的生產線 將印度製造iPhone的比例 由2021年的1%升到現在的7% 並於今季聽清楚是2023年的秋季 印中兩國同步產量新一代的iPhone 如果這個真的是事實 不過都應該是事實 將會是iPhone有史以來 在世界上首次組裝出現兩個國家的情況 這個也可以看到一個穩定性 消息也指到了2025年 Apple可能在印度組裝高達25% 總銷售價 總生產量的iPhone 據悉現在的富士康和石和維創支通 在印度合共僱用了6萬名員工 生產iPhone11至iPhone14 還有 要大家清楚知道 Apple除了急轉移iPhone的供應鏈 MacBook已經在泰國去生產之外 重點是值得留意的 很多的無塊都開始在不同的地方製造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近期說得很重視的 因為印度將會成為全球的第一大人口國家 所以Apple就會在印度開設 首兩間Apple Store 將會在孟買和新特里 據報行政總裁庫克 也將會親自參加開幕禮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越來越發覺 Apple會重視這個情況 據悉 最新報導 就是孟買 Apple Store 會在Genewell Drive 購物中心 佔地在22000平方英尺 成為將類似於 洛杉基 紐約 北京和新加坡的 Apple Store 零售地表 第二間規模更小 在新特里 Select City Wall的購物中心 佔地大約是1萬至12000平方英尺 預計會在4至6月 聽清楚 4至6月 就會開業 會不會推後 北京都會繼續跟進消息 不過 2023年1月開始 在印度 Apple已經開始招聘零售店的員工 這就是重要的 因為印度的人口非常多之餘 Apple認為對產品需求將會不斷增加 2020年Apple在印度開設的線上 生意為印度提供直接 從Apple購物的直接方式 而無需經過授傳的供應商 所以現在再開Apple Store的話 生意額無疑是會令到Apple的帳號 那個Balance sheet Profit and Loss 就會反映到它的業績會增加 因為這個是人口紅利的問題 因為世界的生產 就要在一些人口的國家 這個將會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地方 印度會顯現得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清楚知道 中國現在的部分 是會受到印度的直接衝擊 還有現在印度在莫迪的大力支持之下 所有的政策都會傾斜 對這些高山科技 或者其他對印度有幫助的企業 因為這樣的關係 印度就會在不同的範疇都會飛升 所以2023至2025年 最大的股票的寶藏在哪裡呢 筆基道可以斷言告訴你 就是印度 我會花些時間跟大家掘這個寶藏出來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筆基道 點贊訂閱